在中国历史上,有一个与岳飞同样受人尊重的民族英雄,他也被人诬陷入狱,被下令问斩。 然而,那个执行命令的刽子手却支持下不了手,宁可选择自杀,也不愿意杀害忠良,以免被世人所拓骂。 他就是明朝时期的忠臣于谦,曾经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与谋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。 1449年7月,明朝皇帝明英宗不管别人如何劝说,执意要亲自带兵出征瓦刺。 谁曾想到,军队在经过土木堡时,已早被埋伏好的侵略者打了个措手不及,伤亡惨重。 不仅如此,在这场战役之中,明军仓促应战,所以兵败,兵部尚书旷野,户部尚书王左等66名大臣战死,就连明英宗也不幸成为敌军的俘虏,史称土木堡之变。 侵略者十分得意,想要以此来要挟明朝听从自己的命令,结果却出人意料。 于谦认为,朝廷的安稳,国家的设计比皇帝的命更为重要。 为免主少国仪,于谦等大臣劝服孙太后,立成王朱祁玉为帝,次年改袁景泰。 他没有让侵略者的计谋得逞。 后来,1449年10月,于谦命令石亨重新组织军队,于谦亲自领兵22万,列阵于九门外,亲自披甲直锐,继续带领士兵抵抗侵略者。 于是,金师各地实习大阵,石将军也不负众望,打得敌人落花流水,节节败退。 在瓦次军俘虏了皇帝之后,瓦次太师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,杀吧又不敢,你说不杀吧,留在这里也是个问题啊。 所以,他们一直对于这个问题摇摆不定,最后,他们不得不把明英宗安全送回来,与朝廷签订和平相处的协议书。 虽然在这次事情中,于谦的所作所为保住了大明江山是有功之臣,但是他依旧低调行事,兢兢业业,连结奉公,爱护百姓,一直以来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于谦,对家人的要求也十分严格。 曾经石将军想要举荐他的儿子当官,希望以此来报答他的恩情。 于谦知道后十分生气,不仅没有感谢石将军,反而破口大骂,声称,他的家人只能凭借他们自己的本事来当官,绝对不会弄虚作假。 这下,直接把石将军惹恼了,觉得于谦过于自负,不通情达理,于是便一直想要找机会报复于谦,以解心头之恨。 后来,明英宗回来之后,一直被软禁,明代宗朱祁玉死后,在石将军等人精心丑话下,徐有珍也向明英宗敬言说,捕杀于谦,复辟这件事情就成了出师无名。 之后,他们帮助明英宗夺回了大权,重新掌管朝政,并且明英宗还找理由把于谦关进了监狱。 于谦被押往重门门外,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,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,斩决。 实在,于谦天下冤职,实在,于谦行刑的那天,天空之上乌云密布,便闪雷鸣,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,人们都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,纷纷自愿为他求情,最后就连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也根本不忍心动手。 无奈之下,刑刑官眼看五十三刻一过,就督促辱骂,刽子手实在不想做这千古罪人,随即他举起手中的鬼头刀,自尽而亡。 当然,以于谦的聪明材质,怎么会不明白自己入狱的原因呢? 他也知道,自己此次是必死无疑,于是,他在留下了一首诗,石灰银后就自杀了。 千锤万凿出身山,烈火焚烧弱等闲,粉身碎骨全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 之后,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,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,他就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,痛哭。 曹吉祥发怒,鞭打他,第二天,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。 都督同知,成奎被于谦的忠义感动,收敛了他的尸体。 过了一年,于谦的杨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恒州西湖南山的三台山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